我們有辦一個很大型的西瓜拼見 但是呢今年因為我們這一個在拼見之前 前一段時間的這個下雨 那一場大雨讓我們的西瓜受損蠻嚴重的 所以說我們意定今天這個拼見的這個主數 可能會到達50組 但是呢我看看今天早上這種情形可能 大概只有30幾組而已 表示說我們有一些西瓜它本身本來是意定要比賽的 但是因為受了這個大雨的影響 所以說那個西瓜都已經受損了 所以說它沒有辦法來參加比賽 那今天能夠來拿出來參加比賽的 都是這個在大雨以後才成熟的西瓜 所以說這個受損應該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這個部分 那我們今年我們的西瓜有大瓜有大的西瓜 我們有這個甜美人 我們還有這個五子西瓜 總共有三種西瓜的比賽 那我看到場的這個很多瓜龍都把它的西瓜 比賽的西瓜都送進來了 我看應該今年的西瓜的這個品質應該也會不會比去年還差 對 我們一直比,你今天是不是要為我們在地西瓜做 然後也管理整個的一個品質的部分 讓瓜龍提升 對啦 那今年我們的這個 其實我們辦理這個西瓜比賽 最重要的還是要提升我們鳳龍西瓜的品質 我們希望說我們的瓜龍在參加比賽之一 他能夠提升自己這個瓜田的一個知名度以外 然後他也可以提升他自己的這個銷售 他如果說他西瓜照顧得好的話 品質好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會喜歡 所以說我們最主要辦這個西瓜瓶件的這個目的 是在提升我們瓜龍西瓜的品質 有關那個補助是不是 那天我們那個農糧署提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今天就開始受禮這個民眾 我們昨天下午接到農糧署的通知 這個一個行 那已經核定說我們這個西瓜跟田瓜都能夠接受補助 我們西瓜一公頃的這個現金補助是六萬塊錢 那麼田瓜的一公頃的現金補助是七萬五千塊錢 從今天開始受禮一直到十二號截止 那我們厚龍正的這個西瓜的這個種植面積大概有150公頃 然後田瓜的種植面積大概有30公頃 所以說現在就看我們接受受禮的這個情況 然後這個瓜龍他們來申請的這些 這個面積有多少 然後經過我們公所的審查 然後限勘 勘了以後才能夠確定說 到底有多少公頃的西瓜跟田瓜能夠接受補助 先讓她看到 那asto明包的西瓜 咦